中音期間有什麼方法可以為亡者修復 若以亡者嚴身之句 嚴身之句用現在的話來講就是他收藏的那些珠寶那一類東西 好像首飾珠寶那一類東西就是嚴身之句 屋宅圓林他的房地產 屋宅是房產圓林是地產 以師三寶可拔地獄之苦 一生就算造作極重的罪業 如果能夠在命中之前 將他所有的財物供養三寶 這種福能夠超越他墮地獄的罪業 那麼現在這個世間就好像寧嚴經上所說的 邪師說法如行河沙 有很多假佛法假道場 藉著佛教的名義 做一些違背佛陀教會的那些事情 這是造罪業 你如果要去報師供養他 幫助他造罪業 促使他造罪業 這樣是要墮到地獄會越墮越深 不單止不可能出來 而且度得重深 這一點是必須要辨別的 或供養佛像及諸聖像 聖像就是菩薩像 供養佛菩薩形象 有兩種意思 是報恩的意思 是報恩的意思 好像我們中國人 在家裡共祖先排位這樣 神中雖遠 報本反此 這種是報恩的意思 佛菩薩是我們的老師 時時不要忘記老師 第二種意思 第二個意思 見言思齊 我要學到跟他一樣 將佛菩薩形象 時時放在我們眼前 提醒我們 我要學到跟他一樣 供養佛菩薩 各位特別要知道 絕對不是在視像上的供養 所以一定要懂得 形式後面是有表法 有修持功夫 在裡面 不單止我們自己 依教奉行 而且他的表法 還可以勸道大眾 愚法修行 這種功德就大了 這個聖恩是從這個地方說的 這樣他的罪孽才能夠消滅 所以前面 江木女和婆羅門女做的 是個好模樣 我們要細心去觀察去體會 乃至念佛菩薩及癖之佛名字 這裏又是一段 又是一種方法 念佛念菩薩的名號 比前面更簡單 佛菩薩的名號 裏面的含意 深廣無盡 所以名號公德 不可思議 我們要知道 名號裏面所含的意思 一定要將自己的聖德 念出來 佛的名號 是聖德的名號 菩薩的名號 是修德的名號 聖修不二 念觀世音菩薩 觀世音菩薩 觀世音菩薩 大慈大悲 念這個名號 將自己的慈悲心 將自己的慈悲心 念出來 這樣才叫念觀世音菩薩 念地藏菩薩名號 地藏菩薩名號 是將自己孝敬的心念出來 這樣才是地藏 地藏是孝敬 問世音菩薩 是智慧 普言是實行 真做 所以念菩薩的名號 所以念菩薩的名號 要這樣念 才真有共得 佛的名號 是聖德 念釋迦摩尼佛 釋迦摩尼佛 仁慈清淨 釋迦摩尼佛 釋迦是仁慈 勿迦是清淨 這才是念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 念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是無量覺 覺就不是了 覺心不動 所以念這一句阿彌陀佛要一心清念 念到極處就得一心不亂 一心是不動心 心還會受外面境界所動 我們六根接觸外面境界還會起心動念 這不是叫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的心接觸外面境界 不起心不動念 無分別 無執著 這樣叫阿彌陀佛 我們懂得這樣念法 這個 命中人 一力已經 永為道總 這種功德大了 人 雖然死了 如果 他的意識還在 他還會去投胎 我們講的阿賴耶式還在 那就是 劃文在本色 阿賴耶式 他還在活動 活動 他就會有波動 我們的波動 可以跟他的波動 使用 感應道交的作用 這種就是 他得到的利益 幫助他 他會在他的阿賴耶式 中下佛的種子 這個種子 力量的強弱 在我們 念的人 那裏 我們念的人 明理 念念相應 這個種子的力量 就非常大 如果我們不明白這個道理 亦合掌 功功敬敬 念一聲 南無阿彌陀佛 這個力量就比較弱 命中之后 眷屬骨肉 維修盈齋 資助業道 未齋食景 及盈齋之賜 米甘菜葉 不棄於地 乃至 豬食 未獻佛珍 物得鮮食 這裏是說明 家親眷屬 為命中的人 修福 舉一個例子 這個例子裏頭 各位一定要知道他的 精神所在 他為什麼會得福 都在 神經兩個字裏 沒有神經的心 照這個方法去做 還是得不到 智聖 恭敬 沒得養了 神經心 是聖德 神經心 是正確 所以各位要知道 吳神經 是迷惑的相 是業障 神經是覺悟 神經是聖德流露 神經是 般若放光 所以這裏 舉一個例子 舉營齋這個例子 營 是經營 是營造 就是你扮債 亦即是我們佛門裏面 上廣的五共 中五上共 就是營齋 營齋 現在你要注意到 未齋食景 及營齋之次 你在辦齋菜齋飯的時候 要有 恭敬心 米金菜葉 不棄於地 這是敬物 米金是什麼呢 洗米的水 我這個齋飯是 用來供齋的 供養諸佛 供養鬼神 你看 對他有這樣的敬意 我這個齋事未辦完的時候 洗米的水都不隨便到 都不到在地下 真情供敬到這樣的程度 真情供敬到這樣的程度 一定要等這個事情 辦到圓滿之後 那些垃圾先處理 所以米金 菜葉 這些都是選下來不要的 這樣做法 現在 辦齋的人 很少知道 摘下來不要的菜葉馬上就丟掉了 何況 監水 乃至豬食 未獻佛僧 密得先食 先食是什麼意思呢 嘗嘗味道 在廚房 你煮菜嘗嘗味道 是什麼意思呢 你吃過之後再供佛 大不敬 這種情形時時會煩 不知道 不知不覺 不可以的 未供養佛僧 你先食 你將你吃剩的東西 給別人吃 不要說對佛菩薩 對鬼神 對人都不恭敬 或者是 不精勤 就是你不認真去做 辦這件事情 沒有誠意 沒有恭敬心 辦這件事情 那麼這個命中人 都不得力 得不到你的幫助 如精勤互正 我們真情恭敬心 來做 如理如法 那麽 來辦齋 如理如法那麽修行 真的 諸佛 互念 龍天 尊敬你 所以說要精勤互正 奉獻佛真 這裏所講的真 各位要記住 不是尊子出家人 他是講義的 真是和合中 佛的弟子 無論在家出家 四個人在埋一齊共修 遵守六和敬 那麽就叫 增重 叫增團 是命中人 七分和一 七分的功德 他得一分 如果我們做得不如法 一分都得不到 所以這種 成敬的心 一定要在平時養成 不單止是 我們對佛菩薩 對那些修行人 對所有 一切眾生 都要受 成敬心 那麽我們 來做這件事情 功德效力就好大 為亡人 收福的方法 好多好多 不聲換句 不聲換句 這裏面 我們總結出一個 重要的綱領 就是成經 無論收 哪一種福 都要 精勤 互正 這四個字 非常重要 正 是順而不雜 正是說 清靜 不厭 所以用錢 要用正財 得不到 確確實實 是自己應當得的財物 我們布施 先有公德 先有效果 如果是不義之財 所謂 罕他人之概 那麽不行 這種是不正 不清靜 那麽不是正財 你用這種財來收福 得不到 請問 超度 為什麽能令亡人 得利益 如果這個亡人 在生前 是個念佛人 是個明白 一百 佛法的 佛法的人 是個念佛人 他过世之后 诵经 他听到之后 很可能提醒他 念佛往生淨土 他就绝对得生淨土 所以那些超度佛士 是与他做增上缘 怕他忘记 特别来提醒他 假如他在生前 未接触佛法 那就很难了 就完全凭福 他只能够到韬離天 所以这个利益 大世不相等 经文里面 讲得很清楚 很明白 我们自己要去思维 为什么超度 他能够得利益 前面也曾经同各位说过 如果不是因为他命中 家里的人 眷属就不会收福 也就不会得祝圣的利益 因为他的缘故 家亲眷属先收福 先礼忏 先证经 先拜佛 这些是亡者 同家亲眷属 收福的增上缘 是这样的原因 所以他得七分之一的福 所以家亲眷属 所收的福越大 他得的就越多 为亲人临终扮喪事 邀请亲朋好友聚会 杀生食欲 祭拜鬼神 这样有无效 妥不妥当 地藏菩萨 大慈大悲 劝道要不佛提众生 在临终之日 要谨慎 绝对不要杀生 绝对不要做恶元 所以人过世了 要跟他办后事 要邀请家亲眷属 他的亲朋好友 这种聚会里面 有很多就杀生食欲 拜祭鬼神 这种都是造罪业 这种情形 我们随时随地都看得到 我们如果想为 亡人祈福 还要杀害众生去祭祀 我们仔细想想 唯恐这个亡人 在生的时候 杀业做得更不够 还要跟他添加多些 不是就是这样的意思吗 唯恐他堕落得更不够 心 再将他向下面塞多些 就做这种事了 绝大错误 假使来世 是说这个临命中的人 已经死了 死了之后 这就是属于来世 但是这个人在生 是个善人 是个好人 自己没有做什么罪业 因为他的家亲眷属 杀生祭祀 拜祭鬼神 求诸网粮 网粮是斜神斜道 病重了 病危了 求那些鬼神来帮助 不知道他做的是罪业 杀生祭祀 杀生祭祀是为这个病人的 他本来是可以生善道的 生仁天宗 他生善道 因为家亲眷属做这些罪业 这种罪业他要承担 他要去阎罗王那里辩论 所以生善罪就耽悟了 万生善罪 如果已经断了气了 他在燕罗王那边还要辩论 帮他生善道的时间 如果未断气 你看他在病床里的种种痛苦 是他的神魂在那里辩论 现代人不懂得扮喪事的基本而规 时常请鼓乐队吹些流行歌曲 或者虽然请出家人重惊念佛 家人在里嘻嘻哈哈陪客人说家常 请问这样的行为 是不是会引起亡者的衬恨心 这种事情你不用问我了 你想想就知道了 如果你死的时候 你的家亲眷属这样搞法 你高不高兴啊 这样好像不多次悼念 好像很欢喜这样 死得好啊 死得太好了 不是就是这样的意思吗 哎呀 中国鼓励完全都丧失了 亡者在一周年之内 六月初六是过桥 这个环节是否还要做些事呢 怎样做先如理如法 这个事情欲力保抄有 佛经上亦有 依照他们去做就好 确确实实 一年三年 多数是属于纪念的性质 这种是神中最远 文德归口 真正的意思是这里 逆规法 逆规法 可以重逐 在由于 学习 重选 不要太複雅 你不要浪费 再来就是多做 社会慈善利益众生的好事 将这些好事回向给他就好了 父亲过世之后 我们为他在寺院道立牌位 并且常做善事回向 但是至今年多了 家人还会时时见到家父被人追打 请问弟子应该怎么做才好 你和他做善事回向 不可以间短 遇到这样的情形 最好替他孝哉 替他孝哉 孝哉就是将功德回向给他的冤亲寨主 希望冤亲寨主和他的过节解开 化解 这就对了 这些是后人都能够做得到的 做法要专心 专他才能通才能感应 比如说我们用一个月的时间 每天念一部地藏经专满为他念 专满为他的冤亲寨主念 希望以这种功德将他的冤结化解 或者我每天念一万清佛号就是专为他 这种效果很有效 如果真的发心就是真情心去念 我相信一个月到三个月 那样就化解了 那样就化解了 化解之后会有好好的瑞应 你会梦见你的父亲 回来多谢你 找麻烦的冤亲寨主就不会再有了 人死后四十九天 中阴身时超度有其作用 但中阴身过后 每年祭拜造功德 去世的人怎样获得 在地藏菩萨本现经里面 讲得很清楚 因为四十九日 他未必去投胎 他在中阴身的时候 中阴身每隔七日有一次变而生死 他会受痛苦 所以在这个时候 同他诵经超度 减少他的痛苦 他可以得到帮助 如果他已经投生到另一道 每年的祭祀 他里头有两个意思 无论他在哪一道 回向的功德 他都能够得到一点 但是更重要的意思 是培养我们自己的德行 神中最远 我们很远的祖先 我们都不忘记他的恩德 对于最近的父母 兄弟对我们有恩惠的 当然更加不会忘记 所以神中最远 文德归后 能够得到这样的效果 所以这是很有意义的 拇送宴 神中最远 当然